我们参与政治经过思考投票支持给自己理念相同的候选人 不管是去年九合一大选前以奖者身份出席民进党社群之夜 还是亲自替民进党立委辅选 即一排媒郑嘉纯展现高度政治热忱 而根据三立新闻独家掌握 民进党征询他参选2024中正万华区立委 我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 不过我自己的话 因为中正万华区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准备了 也在配合党中央的时辰 我自己已经着手开始在做竞选的准备 求证鸡排媒经纪人证实先前的确有接到洽询 但目前没有进一步讯息 根据了解民进党内原先规划让鸡排媒选新店 但他认为在中正万华区有胜选希望 而同样是艺人出身 五党籍参选人于美人已积极抢攻基层 我们这个比65岁以上的多长 职工申栏中正区里长 于美人请做笔记 而鸡排媒占立委似乎早有机可循 因为先前两人就曾针对委屈和平论开杠 鸡排媒还发文针对于美人开设选举粉砖大酸 要选立委但不想让选举影响演艺圈 接业配粉砖火力十足 所有的传说呢那么我们也都会仔细的聆听 那我比较在乎的是我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 无党籍在这个地方当选立委的传奇 不管是鸡排媒不管是无配以来 国民党都要决定以赴要收复这八年的师徒 鸡排媒郑嘉纯有望披民进党战袍化身美女刺客 进攻中正万华若真的出现对战与美人 也让中正万华这一区更添话题 三连新闻李维廷到我们中英特报道